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俄乌战争打了两年多了 但是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转折 8月6号的时候乌克兰居然在它的北部 它和乌克兰的北部 但是也是和俄罗斯交界的地方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 它不在乌东的东巴斯地区 而是在它上面一点 在哈尔科夫的上边就是北边 进入到了这个乌克兰的军队 进入到了俄罗斯的境内 然后因为俄罗斯方面显然是边防军的力量比较弱 而且准备不足 同时似乎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攻击没有任何的准备 所以一下子就等于是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然后这个乌克兰的军队装甲车什么坦克的就进去了 一开始几天乌克兰方面还似乎有意的在隐瞒战事 但是在星期一的时候公开承认了 确实乌克兰的军队坦克车什么的都已经进去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利用收集到的一些资料 跟大家来聊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以及在目前的状况之下 乌克兰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军事冒险行动 以及这个对目前的恶乌战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冒险是非常恰当的一个比喻 因为这里面有相当高的赌注 乌克兰军队进入到俄罗斯的Kursk 这个地方呢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俄罗斯这个国家首次被外国军队侵入 那上一次是谁啊 德国啊 对不对 就是外国的正规军打到他自己国家里面 那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就没有了 那么有没有军队进入 也有但是不是正规军是什么人呢 是有一些对俄罗斯政府不满的俄罗斯人 跑到乌克兰去 他们组成了一个军队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民兵 也可理解为自发的这么一个军队的组织 当然他们有弹药 当然他们和乌克兰的正规军是有某些联系 但是他们打进去不是作战计划之一 他们进去是属于一种骚扰的行动 破坏行动 我打你一下我跑了 打你一下我跑了 我进到你这里面我打一下跑了 打一下跑了 你拿我还没什么办法 是这么一个小股的冲突 但是8月6号这一次呢 我千把人就往里冲 迅速就拿下 现在说挺进了大概7英里左右吧 挺进到这个地方 这个呢 可以有诸多的分析 但是刚才说的冒险呢 确实是其中之一 他冒险到什么程度 拿着美国的武器 开着美国的装甲车坦克 没有跟美国说 他不敢之前打招土 因为他怕美国不同意 你怕美国不同意 就说明你觉得美国会不同意 而且你觉得美国可能有某些道理 那美国的道理是什么呢 进去一下找了一个薄弱环节 是可能轻而易举的 拿下某一些地区 但是等俄罗斯调动他的部队 到这个地方进行反攻的时候 你要是守不住这个地方 假如你又退回到自己的国家去 就给了俄罗斯另外的一个机会 就是从这一个地方开辟一个战线 我从这打进来 我不光是把你从我的国家驱赶出去 我还要趁机长驱直入进过了 那你告诉我这个进攻取得什么 就没有达到目的 反而是让自己脸上无光 现在是Putin脸上无光 马上在电视上发表演说 什么之类的 说这个是西方的 拿我们旁边的国家借刀杀人 什么之类的 代理人战争之类的 但是万一他的大部队杀过来 打回去怎么办呢 不过从这个 就是从这一次的这个军事行动来看呢 说明俄罗斯方面啊 估计比如说他的军事情报方面 他的就是边境的安全防卫方面 还是有些漏洞的 人也不够了 对 军队全跑到东边 我估计他还是因为 反正情报方面出了问题吧 因为如果他要是知道 那个乌克兰在集结了一些部队 要想从这个地方冲进去的话 那他几千人上万人的军队 还是应该有的 但是他居然就没有任何的防备 这个肯定是军事情报部门的首长 可能要辞职啊 我觉得 但乌克兰准备了两个月 不管怎么样 反正掉点这个坦克车过来 掉点部队过来 一开始是说千把人进去了 然后带着一二十辆这个坦克就进去了 但是现在呢 说是越打人越多啊 他因为准备了两月了 所以现在似乎有四到五个旅的番号 都已经出现在那个就是 克尔斯克这个地方 所以呢 在这个四五个旅的话 那可能就要 我也不知道 大概六到八千人 那就不是一千人了 因为这个旅的概念很有意思 各国家的旅的不一样 而且是什么部队的旅 有的时候少则一千 多则四五千的 对 所以他在这里头呢 可能是六到八千人 有可能 我看有的报道都说是上万了 所以显然他们是动用了这个部队 那第二就是军事准备不足 军事准备不足就是情报部门 他没事先侦测到 可能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漏洞 那么这战争已经打了八天了 人家在你的国土里面打了八天了 他那个部队也没完全调动过去呢 这个是很大的疏失 这不是应该马上 连夜就应该把部队用飞机运到 运到那个边境地区 赶快作战吗 现在他好像先做的准备是从那个附近的村庄撤人 村镇那边先撤人 以免造成这个伤亡 然后呢 现在的部队基本上就调过去 说是调了两个什么装甲师 然后再调了一个海军陆战队的一个作战师 所以逐渐的也到这儿去了 那普廷是说 反正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要把这些人先从我们的领土当中赶出去 他用的说是赶出去这句话 而没说是在我们的领土之内 要把他们完全包围消灭 没说这个 但是呢 你说乌克兰方面取得了成功吗 现在估计他的目的呢 第一个是要解围 这个就像我们中国的什么 唯唯解兆这个说法 唯唯救兆 就是说 我先围住你的一部分人 或者我进到你的一个领土当中 您那个顿巴斯地区 是不是可以调一些作战部队来灭火来啊 这样一来的话 我东部战线的压力就会减轻 但是从目前来看呢 似乎还没有减轻 因为在过去的八天里边 俄罗斯在东部战线 加强进攻了 反而没有调派任何的作战部队离开 他们调的这个部队去灭火 去边境啊 去库尔斯克的地方 据说是叫做第一级的战斗部队 也就是说 那些部队的战力是比那个在 乌东地区的那些部队的战斗力 稍微差一点 但是呢 他认为说足可以阻挡那个乌克兰的军队进攻了 让老百姓疏散这说明什么 就说明这地方变成战场了 对 老百姓疏散以后那么一场恶战是在所难免 这一点呢 也是让我们倍感担忧 因为双方你可以想象那个士兵就成批成批的死亡了 对 但是乌克兰不能退 不能退的原因是 他要守住这个地方 把他作为一个谈判的筹码 这是另一个原因 就是他打进去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要鼓舞他的士气 说实话 乌克兰在拖了差不多30个月的战争当中 还是去处于一种防守的这样一个姿态 出于劣势 现在他是一个叫转手为攻的这样的一个姿态 你刚才说的违背救赵啊 什么吊虎离山啊 这都是含有这个意思 但是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那稍等会咱们再看 欢迎继续收听有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他讲的是俄乌战争啊 现在又有了一些新的发展和动向 因为在8月6号的时候呢 乌克兰集结了一些部队 尽管一开始的时候人数不多 但是现在逐渐的人数开始增加起来了 那么他们就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 在他的这个北部的地区 就是北部和那个乌克兰交界的地区 库尔斯克的这个地方呢 就等于是入侵到了俄罗斯的境内 然后向前推进了七八公里吧 那么这是一个因为他那个面比较宽嘛 所以呢七八公里进去以后 由于面比较宽所以这就造成了700到1000平方公里的一个地盘呢 现在乌克兰说是已经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了 他们已经掌控了这么大的一个地方 但这是一个边境地区 而且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 所以呢 同时呢这又是一个丘陵地带 又是一个山区 所以呢到了这以后 基本上的这个平原地区啊 就已经到了 再往前走就是山区了 所以呢这个装甲车也好 坦克也好 再往上推进的时候呢 困难就比较大了 于是俄罗斯的部队呢 现在基本上就守在这个地方 不让他再进来 那么再调派一些增援部队进来呢 试图再把这个乌克兰的军队呢 从境内赶出去 所以现在的态势就是相互之间啊 第一是乌克兰 俄罗斯先阻止了乌克兰的进攻 第二呢是等援军到了以后 再进行这个战斗 那么双方现在等于是在最智的阶段 可是问题乌克兰到底能不能够守住 因为你要是想 日后在谈判桌上 作为一个和谈的筹码说 我占了你一部分的领土 那你让我放弃可以 那你也把对巴斯那边给我吧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想作为筹码的话 你必须守得住才可以 守不住被人打走了 打跑了以后你这筹码就没了 再加上乌克兰现在说实话 在东部战线已经兵力不足了 它除了兵力不足以外弹药也不足 所以呢 在这个双重的压力之下 它到底能不能够守得住 或者说进一步的扩大战线 现在都是人们所观察的这个密切关注的这个地方 对兵力不足弹药不足 可能恰恰是帮助了乌克兰 因为就给了俄罗斯一个错误的印象 就是说你守那边还守不过来 你哪有时间去跑这来进攻我呢 可能是这个原因吧 就让俄罗斯在这方面比较大意 所以让乌克兰的军队就大举的挺进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国家还真的得提一下 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呢对于乌克兰这个行动 目前是感到稍微有点被动 像以色列去击杀哈马斯领导人一样 就是说也没说一声 那么就造成了一个既成事实 那美国就得兜着 所以他的这些发言人呢 忙不迭的叫做修改政策 不露痕迹 什么叫修改政策不露痕迹呢 什么政策啊 当时美国和西方把先进的武器 提供给乌克兰的时候呢 其中有一种导弹叫Attack 这种是长距离的导弹 当时就是说 说我们给你的这些武器援助 很多是不要钱的 是所谓的叫Donation 捐给的 你只能用来防御 你不能把长距离的攻击性的导弹 用来发射到俄罗斯的境内去 这是第一 就是你不能打他的国家 然后除非是出于必要的防御 你不得进入俄罗斯 大概意思就是 他得先打进来 然后你出于防御 那么你把他向后推 这样就让他退回到自己国家去 或者那个时候你有理由进去 可是这一次呢 是毫无疑问的进入到了俄罗斯 同时没有通知美国 这样的话呢 美国就忙不迭的做一个修改 你看这几天打那些发言人作为 我们这个政策没变啊 没有改变 还是告诉乌克兰 使用我们提供的长距离武器的时候 不能用来攻击俄罗斯的目标 但是考虑到这个地方呢 它是有它的战略的意义的 这个呢没有违背我们一开始的政策 并没有把我们之前 其实任何重大的方向性的改变 这还是一个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进行的 一个专手围攻啊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还是行 我们还是支持的 那么在接下来的防御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坦率讲 还得靠美国的武器呀 当然 那个子弹呢什么的还得靠 所以接下来的防御大战 马上要拉开 因为俄罗斯军队是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把乌克兰的军队要把它驱赶出去 这普天的面子也搁不住啊 让他在电视上发言 也当然要告诉自己国家老百姓啊 说外国军队入侵了 但是他说他这个就是完全的是西方 在我们的国家用乌克兰的军队打代理战争 那他把所有的责任全推给西方 用了类似什么借刀杀人啊 类似这样的话 那他把这个放下 这个话放下来以后呢 他接下来要收回尸体 这样的话才能对国民有个交代 因为你连这七八里地你都收回 收不回来 那怎么办 所以接下来的战争 其实普天说的也没错 在一定程度 就是要看武器的比较了 天上的地上的就打吧 知道吗 对所以现在这个战争呢 现在进入的焦灼状态 双方都在进行对峙 现在我看那个最新的报道是说 乌克兰也在建筑叫做防御工地了 防御工事了 然后看看能不能够把这个地方防守住 守住以后呢 就是以后谈判的筹码 但是俄罗斯方面显然是要把他们要赶出去 所以未来这个星期吧 大概都是会有一些战报出来 如果完全把乌克兰的军队赶出去 甚至又进入 从北边又进入到这个乌克兰的话 那这个对哈尔科夫啊 就是对这个乌克兰的一个工业重镇 哈尔科夫如果要是被这个俄罗斯攻打下来的话 那他就得不偿失了 因为本来哈尔科夫这个地方被攻下来过 但是后来又夺回去了 那照理说是还算是比较安全的一个地方 那个俄罗斯主要是把自己的这个胜利啊 锁在那个顿巴斯那个四个州 进行全民公投之后进入被纳入到俄罗斯版图的这四个州 就没想再扩大他的地盘了 那现在如果要是给了俄罗斯这样的一个借口 他如果是兵员和武器都足够应付这个事情的话 那没准他就从北边那边就进来了 所以这个可能会扩大那个扩大他自己的战果 同时让乌克兰损失更多的东西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 在战争持续了将近三年的这个时间呢 从视觉上讲乌克兰还是加分了 因为我们看到那些好多的俄罗斯的士兵投降的那个镜头的时候 他大概是天上拍摄的还是怎么着 等于一个一个的就缴械投降的这个还是对乌克兰的士兵 可能会有一些士气这方面的帮助 假如在西方的支持下乌克兰真正能守住这些地方的话 然后俄罗斯还你一块地方 我还你这个地方 然后大家坐下来谈判这个战争结束的话 哎呀那可真是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了